这比赛羽岛今天打得太轻松了 这边是有龙弓吗 双法神木灵 武装 普陀化身 这场比赛我们看一下吧 兄弟们 平阵没有克阵 这边又上了普陀山 可以给神木灵刷灵动九天的那种 像这种搭配啊 他普陀不太可能是 连心献意的普陀山 应该是正常的普陀 刷灵动 配合化身寺双奶妈阵容来打 应该是有观赏性的 比前面两场要稍微具备观赏性 关键方也确实上了第一师头 一名玩家 配合伦总的神木灵 封卖仍然是武装盘四 女儿村舍弃 拿了一速跟二速 这双奶妈阵容往往都是丢速度的 对面应该是有过心理预算 普陀山在刷完灵动九天以后就可以补颠倒五行了 来进行抗风流战术的打法 效果是非常好的兄弟们 好对面灵动九天先补起来 如果对面只会没有让普陀山补颠倒五行 兄弟们那就不用打了 这个门派现在的奶量不如化生素 灵动刷完你就没事情干了 一定是起抗松的颠倒五行才行 越早起越好 越早起越能够打掉关键方一速二速双峰系的一个优势 第三个回合 第四个回合应该就可以起出来了 恭喜这个叫1120的兄弟啊 拿了36的小红包 私聊您了 给一下收款码兄弟 支付宝微信都可以啊 对出院了兄弟们 后面会有很长一段时间 你们都可以稳定看到我直播了 只要不犯病兄弟们 我不会再停 等疫情过去以后 我可能会去北京上海再做检查 温州这边查不出来问题 但那个时候 谁知道是几年以后的事情呢 对不对 能拖就拖吧 场上第三回合 目前还没有看到 对面有补颠倒五行的操作 应该是普陀山被限制了 第四回合 电倒五行可以吗 这回合就起 给人的感觉会更好一些 衔接的更高效 好 电倒五行出来 头上还会带一个蓝色的小球 叫清净的状态 有 抗风和吸收的效果 水吸吐吸 火吸 雷吸 多个位置的电脑五行补起 会大幅度的限制 和抗掉关键方 双风系的一个 对于对战方的压制 给自己双法神木灵 制造出来 走双 全秒的机会 当然这都是 前提都是关键方 石头领的飞机 你要扛得住 如果关键方 石头领的飞机 你扛不住的话 那在绝对的数据面前 一切的战术 都是浮运 所以对战方自己得有 误抗 十回合以后 对面得有法抗 否则不行 对今天热度还行啊 A姐 刚刚办了一个 开了一个小半卡红包 热度就上来了 第五回合 这是今天群雄逐鹿 淘汰赛 羽岛VS 不知名队伍 不认识的一场淘汰赛 这边已经有两个 颠倒武器了 目前的发展 应该还是暂时啊 还符合对战方 指挥的预期 而攻击方的话 还在为自己的 石头领蝶伤害 看这把颠倒 应该是 有增加了抗风效果 让关键方封印不了 我最近在医院 兄弟们 出院刚刚出院 就过来直播了 第六个回合 关键方想跌第二层漫天 没有跌出来 其实已经可以飞起来了 我觉得 就跌它一层漫天 直接飞机好了 因为对战方 现在没有给关键方压力 所以 关键方想要状态更好 试图一圈飞机 直接结束比赛 有这种可能性 如果对面抗性不行的话 关键方飞过去 六千都有可能啊 挖台风 不影响我直播吧 我们这儿 我们这儿 9月5号本来是孩子开学的 因为台风的原因的话 延期了一天好像 9月5号的开学是停掉了 应该是延到了9月6号开学 除非是停电 只要不停电 我会正常直播的 第七个回合 如果关键方真的铁了 是要跌漫天 那作为解说的话 我只希望关键方 漫天跌得更快一些 你早点跌上去 早点飞机 是不是这么聊 第七个回合 正好刮风 关键方的伤害还能够提升 应该是远不住了 要飞出去了 对面现在就在等什么 等你飞出来 试试水 扛得住的话给你再打会儿 扛不住的话就得投降 数一半 只能这么想了 他现在 做不了其他事情 欢迎鸭鸭来到直播间 八个回合已到 三天花雨还是只有一层 就很奇怪 有些时候 你不想着 刻意的 不刻意的去跌漫天 他可能还跌上去了 你很刻意的去跌 想要跌上去 他反而跌不上去 飞起来了 不跌了 其实一层就够了 按照以往渔岛的这套阵容打法 一旦开始飞机的话 很快就会朝地听的 就相当于的话地听 然后再加上 石头岭的飞机 再加上神木铃的取秒 三面伤去打 就明面上的三面伤来打你 你防住了 再说 还有两个会合 关战方炉汉金钟结束 如果我是对面指挥的话 我应该就会 杀两个风卷残云 就直接刷风卷残云 刷刷掉 能行就行 不行拉倒 对 回来直播了 今天是我回来直播的第一天 尽量会播得久一些 让兄弟们知道我回来了 鱼岛的三场 曲夫的一场 我们到时候看看 宝哥打雪山那场 然后再一点点来 一直都没来得及 跟兄弟们说一句 上个月的武神坛 雪山表现真好 过五关斩六将 完了最后的玩意 为别人做了嫁衣裳 最强的打工仔 是的 灭鱼岛灭宝阁 不是谁都能做到的 是吧 如果对人风卷残云不行 兄弟们 那双法神木灵 上来是没有用的 因为你双法神木的队伍 你本来就是要刷大的面伤的 在这边亲宝宝 听到明年选 你还不如上立武装的 大家上关键方 只会已经刻意的叫法 防来吸收你神木灵 都火力了 那他只能去刷风卷 这风卷 这个风卷刷一千多 有点夸张 低的有一些过分 你这数据 关键方地厅可以随意叫来 但是 交地厅他得想到一个问题 因为对面是九速十速 关键方怎么叫 对面神木灵秒出来 都会把地厅给秒掉 所以他得想一个办法 让自己的地厅能够活过第一个回合 就行 光是空掉神木 如果是敏地厅的话 一个神木灵秒 也可以把你秒掉 所以关键方要补 应该是要补魔地厅出来 哪怕是 关键方自己的八速去叫 也没用 你八速叫 对面九速十速 正常可以 永远可以正常秒 秒不到地厅 问题是 你敏地厅出来的话 速度比卡速要快呀 好 一切都算了吧 关键方飞神木 一万两千九 引地厅的速度 一般是在法防前面的 这飞机 关键方连地厅都不吸得叫了 叫个球 打速度解放 让神木灵也出手 神木灵还补了一个八千 石头岭飞一个一万两千九 神木灵飞一个八千 反正了对面风卷才予秒一千多 凭着啊 没有克战 这就是硬件的差距了 我觉得指挥这样打比赛 好爽啊 真的 你让我指挥 我也能赢啊 这场比赛 哼 这相当于 对面打我十拳 我就吐了一口小血 我轻轻打了他一巴掌 他就没了 我轻轻打了他一巴掌 是不是这样的感觉 非常的 惬意啊 然后两只地厅一起出 对面走的是单秒 地厅还清不掉 就哪怕我非常的不懂得怎么指挥比赛 我就在这边先给你打十个回合科学 对吧 突然间睁开眼你就不行了 这边是龙宫的孩子嘛 皮大王的嘎嘎 如果是龙宫孩子的话 应该还是值得期待的 如果不是龙宫的孩子 他家笛子干啥 期待他点着狮宫领秒 给一个龙卷雨季 其他的位置已经不值得对面做什么了 他能够秒掉狮宫领的话 团战虽然输了 但是狮宫领至少被带走了 这是 对面唯一能做的事情 孩子怎么还没出手啊 五万都出来了数据 算了吧